哈喽大家好我是冠宇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的是这几天自由市场公牛 勇士和黄蜂的补强 那么要是说错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吧 先来聊一聊很多动作的公牛队 我相信公牛球迷在自由市场开启的前几天 心情应该是相当不错 因为除了是游乐呼人球迷非常喜欢的Alex Caruso加盟 更重要的是手发阵容升级的同时 还留下Laurie McKinnon和Coby White 前醍醐首发空域的Lonzo Ball 以四年8500万先签后换家门公牛 我们都知道Lonzo Ball是一名高球商 防守好且传球视野非常广的球员 他的家门可以替Zack Levin分担部分的持球工作 制造相当多轻松得分的机会 比如快攻和空切 而Alex Caruso的部分 他实际上算是一名公平型球员 而且防守相当拼 个人是觉得应该会被教练安排打第二阵容 补上送走Temple的空缺 和Coby White形成公牛二阵的后场搭档 另外就是在送走Tedis Young Alfredo Aminu 2025年首轮迁 2022年次轮迁 加上2025年次轮迁 和马刺先线后换来的Dima DeRozan 从马刺的角度来说 或许大家会觉得有点亏 不过其实马刺也没有办法 毕竟如果Dima DeRozan转身走人 马刺将什么都得不到 所以即使筹马不那么理想 在这么被动的情况下 马刺也实属难办 只能将伤害降到最低 Dima DeRozan的加盟 有一项是其他球员比较难做到的 就是他中距离千里防守 是于很大程度 帮着Vucevic Levin和Lonzo Ball打得相对舒服 尤其是Vucevic 蓝底跟进的机会 应该是会增加不少 我自己的看法 公牛在组成由Lonzo Ball Zack Levin Dima DeRozan和Vucevic的阵容方面来说 已经相当完整 接下来再补个老将就差不多可以了 虽然账面上看 首发阵容几乎是季后赛球队的水準 不过公牛也确实有个隐患 那就是教练Billy Donovan 他是一名好教练 由战术素养这一点无庸置疑 不过按照过去的指教风格 他跟偏向习惯的阵容中 硬是把球员塞进去 这就会导致不适合 这样打法的球员表现下滑 因为任务分配的不合适 打个比方把Patrick Williams摆到三号位 实在是很难要求Patrick Williams 打出符合选秀第四顺位的身手 而非常多人关心的就是公牛是不是可以打进季后赛 季后赛又能走多远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要考虑的因素还是相当多的 首先就是公牛作为东部中后段实力 之前实力差不多的球队是否也有跟进补强呢 比如黄蜂队 另外就是球员伤兵隐患的部分 因此我记得看法公牛打进季后赛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 不过能走多远这个真不好说 毕竟中区强权像是篮网 熊鹿和七六人等球队人员变动不大 战力基本没有什么流失 另外别忘了也有很多动作的尼克队 和上个赛季的黑马老鹰队 都是身处东部的公牛需要面对的 不过不管怎样 公牛确实是在自由市场开始以后进行的补强 将球队的战力提升不少 那么聊完公牛我们来聊一聊也是身处东部的黄蜂队 其实如果有在关注黄蜂近期的操作 真的会对于这支球队在下个赛季的战力有些许的期待 首先就是选述大会11号签选下的James Brokney 并且和尼克达成了交易 送出一个未来的索隆签换取Kai Jones 同时二轮方面除了是自己的56号签选进Scottie Lewis 也和活塞达成交易 送出57号签换取活塞的37号签选进JT托 并帮忙活塞拿掉Mason Plumley 好让活塞清除薪资空间 其实这下Mason Plumley对于黄蜂来说不会太糟糕 毕竟Cody Zeller加盟了托荒者 因此在有非常多年轻内线的情况下 如果年轻内线暂时适应不了强度 Mason Plumley是可以当作首发中锋使用 而如果年轻内线能适应的话 Mason Plumley放在板凳上当替补中锋也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就是下个赛季制容上少掉的Volte Graham 虽然有些许可惜 不过球队后场在Lamelo Ball和Terry Rosier的情况下 的确需要做出取舍 况且今年选手大会不敬的James Brokney 真的是一个极具得分潜力的二号位 打球有点Jordan Clarkson的感觉 所以问题应该不大 此外凯利Uber也是以2600万加盟黄蜂队 其实黄蜂的战力已经相当整齐 而不禁凯利Uber以后 他们的彻翼选择真的是极具深度 黄蜂下个赛季 其实只要打进季后赛就已经算是成功 毕竟今年在外卡战输掉了 因此随着Graham的离开 能决定黄蜂是否能打进季后赛 除了是Gordon Hayward的伤兵隐患 就是Lamelo Ball的成长 毕竟你要James Broknight JT Tor Kai Jones等球员第一年加入球队 就带领球队打进季后赛 不是不可能啦 只是相对来说Lamelo Ball的成长 是目前能让黄蜂最快走到更远的关键 另外Lamelo Ball必须要增强力量训练 否则防守上真的非常吃亏 最后来简单聊一下勇士队的状况 勇士和Kari达成2.15亿的续业合同 签下这笔合约以后 也就代表Kari非常有机会在勇士达到退休 提前续业以后 Kari与勇士还有5年的合同 即使合同完毕 Kari已经是38岁的高龄 不过以Kari的打法 其实个人相当看好他能达到40岁 甚至更多 那么有好消息肯定也有相对比较坏的消息 那就是三个赛季表现相当不错 勇士的老朋友Kan Vaismo底心加盟唬人了 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很多勇士球迷比较不舍的了 不过其实也无需感到惋惜 因为AutoPort的Jr也以底心加入勇士队 老实说以他的能力应该不至于到底心 不过他愿意底心加盟对于勇士来说 无疑是一大好消息 AutoPort的Jr建议进攻的意识足够 他的体勁让他有着比较好的禁区终结优势 以前在务师稍微有担任第三持久点的能力 但在今年上边以后预计会退化不少 不过站在勇士的需求下 他的能力已经足够了 更何况是底心加盟 老实说风险不大 不过他的加盟其实个人觉得会在一定程度上 压缩到勇士今年第七孙位选进的Jonathan Kuminga 为什么没有提到Moses Moody呢 因为根据现在所看到的消息 Clay Thompson有可能开机以后还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归队 因此Moses Moody是非常有可能拉上去打先发 勇士目前的风险人手相当多 有能打3号和4号的Auto Porter Jr Dramond Green Andre Wiggins JTA Moses Moody和Nemaniab Elisa 所以勇士要怎么安排 这个是我个人接下来会比较关注的地方 提到Nemaniab Elisa实际上他也是自由市场开始以后 底薪加入勇士的 能打4号5号的他生涯平均38.7%的 三分命中率和勇士的适配性绝对没有问题 其实他的打法有点延展性 4号位 金融段有着不错的球伤 高低预测印能力也是没有问题的 在热火助攻率高到18.7% 让他扛中锋也可以帮Green拉开一点空间 不过防守方面是我个人比较担心的 但是在测翼人选这么多且丰富的情况下 这个部分是可以调动测翼用斜防保护他 不过个人是觉得他的上场时间应该补很多就是了 勇士目前还有个中产还没用 个人是希望能补进一个控球手替Curry分担出场时间 下个赛季大家看好哪些球队呢 欢迎大家留言轻松聊球 由于写稿剪辑载到发片中间可能存在时间差 有哪些没来得及补上的消息还请大家理解 帮忙在留言区补充一下吧 这一期就这么多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